自古以来就有着这样的一句话,说女人是水做的,这句话其实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。 女人平时一定要多喝水,身体才会更好,因为多喝水,人就会多排泄,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就更容易被排出。 女人水越多,身体就越好,第一个是皮肤好,皮肤有弹性,说明水分充足,自然脸色也不会差。 而且还有一个说法,就是女人某个地方的水越多,身体也越好,而且还会越发吸引男人,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变心是本能,忠诚是选择,很开心你能来,不遗憾你走开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心灵奇旅》。 一,女人这个地方水越多,身体越好,男人越想要。 这个地方是私处,女人私处的水多,也是年轻的象征,说明它保养得非常好。 这个部位的保养,往往比脸部和身材的保养更加的重要,因为这个是由内而外的体现,身体内部好了,整个人才会好。 女性私处的水多,也不会因为干涩引发一些女性疾病,子宫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。 而且干涩的女人,在和男人过夫妻生活的时候,也会很不方便。 女人只有水多,身体才会更好,男人也会更爱她,夫妻生活就会更加的幸福。 女人向来都比较内敛含蓄,当她们想要被你滋润了,也不会直接说出来,但你能从她们的一些表现看出来。 二,异性相处,女人想被你滋润了,才会有这三个不害骚的表现。 灵妖对你的关心,总是跟别人的不一样,女人爱你,才会给你不一样的自己。 别的朋友生病了,感冒了,她最多嘱咐几句多喝热水多休息,可是你感冒了。 她会去你的身边,为你拿药,为你递水,还会耐心地陪在你的身边,和你说悄悄话。 真正爱你的女人,她知道,你生病了,很难受。 你不想说话,她就静静地陪着你,你想吃什么,她就默默地去给你做。 如果不是因为对你动了真心,她又怎么可能会这么细心呢? 灵妖每次发消息的时候,她总是能够很快地去回复你。 如果女人有这样的表现,很明显,她爱上你了。 女人只有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才会特别地积极。 所以如果你给她发消息,她几乎都是秒回你,那就说明她无比地重视你,而且对你无比地感兴趣。 而且,她可能还会给你发一些情感文章,这摆明了就是在暗示她喜欢你,不然是不可能会有这些举动的。 不要辜负人家一番好意哦。 03,她难受不开心的时候,有什么事情,总是喜欢向你倾诉。 当她在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中遇到失败或挫折时,她会主动向你倾诉她遇见的烦恼、困难、必要时,她第一个寻求帮助的对象便是你。 隐私问题,她也会毫不避讳地跟你倾诉,以便征求你的建议。 同时,她柔弱的一面也不介意在你面前展示,并经常在你面前换衣服。 三,中年女人有意让你搞定,往往会给你几个暗示,别错过。 中年女人的心思不同于年轻的小姑娘,她们成熟而又有主见,表现得很稳重。 跟异性交往的时候,懂得收放自如,不会贸然开启一段感情。 如果你不是她心里期待的对象,她便不会接受你的追求。 不过,当中年女人认定你了,认为你符合心里的期待,便会对你刮目相看,给你更多的机会。 这时候她们会很主动,会给你发出很多暗示,迫切地想跟你发展关系。 不是因为她们随便,而是动了真情以后,她们不想错失缘分。 原因很简单,中年女人到了这个年龄,消耗不起了,好不容易遇见心动的男人, 她们渴望尽快确定关系,以便于拥有稳定的生活。 因此,男人和中年女人交往,要细心一点,及时察觉她们的心思,读懂她们的暗示,这样才能顺理建立亲密关系。 说到底,中年女人有意让你搞定,往往会给你这几个暗示,别错过。 一,接受你的示好,不跟你客气。 如果女人不喜欢你,她不会接受你的示好,不管你送给她什么样的礼物,都不可能要,反而会跟你划清界限。 只有女人真的对你心动了,她才会允许你讨好她,接受你的礼物,表示愿意和你进一步交往。 对于中年女人来说,更是如此,她们若是真心喜欢你,便不会跟你客气,肯定会接受你的示好,以此暗示你,可以和你发展关系。 不然,以中年女人的条件,她们并不会在乎你的一些小恩小惠,一旦接受了你的示好,就是默许你来追求她。 男人要读懂中年女人的心思,当你给她发红包,送礼物,她不反感,反而开心地收下,意味着她已经认可你了。 胡女士就是最好的例子,她年龄37岁,长得精致漂亮,有体面的工作,月薪过外。 不过,即便她是单身,也从不轻易接受男人的追求,而是坚守着爱情的原则,等待心里期待的对象出现。 因此,很多追求她的男人,都被她拒绝了,她从来没有接受过他们的礼物,她表示,不欠别人的人情,以免造成误会。 这是对双方的负责。 不过,当胡女士遇到男朋友以后,她却是另一副样子,不仅热情奔放,而且乐于接受她的礼物,从来没有跟她客气过。 比如,聊天的时候,男朋友给她发红包,她会点开,收下,然后回复一个开心的表情。 尤其是男朋友送她礼物的时候,她会非常开心,每当接过礼物后,都会对她投去爱慕的目光,特别温柔可爱。 也因此,两个人交往不到半年,就确定了恋爱关系,成为了大家眼里幸福的情侣。 所以,当中年女人不拒绝你的礼物,愿意接受你的示好,这就表示,她想让你追求,期待和你走入爱情,男人遇到了千万别错过。 二,友谊让你占便宜,是发展亲密关系的暗示。 中年女人爱不爱你,不用试探,从肢体接触时的反应就能看出来。 如果她和你单独相处,有意让你占便宜,不介意发生肢体上的接触,说明她心里喜欢你,愿意和你发展亲密的关系。 一般来说,女人和异性产生肢体接触的时间超过五秒,却没有排斥你,没有生气,就是默许暧昧了。 否则,如果中年女人对你没有好感,但凡你碰她一下,都会极不耐烦地躲避你,表现得非常生气。 因此,当你看到中年女人不排斥你靠近她,允许你有一些过分的举动,就别迟疑了,只要你大胆一点表白,她肯定会接受你。 周先生喜欢一个女同事,虽然她38岁了,但看起来特别有气质,让她十分心动。 只不过,她一直不敢追求,只是和她保持同事关系,有时候聊天,偶尔吃顿饭而已。 直到后来,两个人被上司安排去客户公司取样品,才让两人的关系有了质的飞跃。 当时,两个人回来时,下起了雨,都没有带雨伞,周先生刚好路过她住的地方,就到她家里躲雨。 让周先生没想到的是,女同事对她特别热情,不仅给她毛巾擦脸,而且还拿她的外套给她披上。 期间,两个人的手碰到了一起,但她并没有生气,反而有意离她很近。 面对这种举动,周先生非常惊喜,本来就喜欢她的心,更加坚定了。 于是,趁着这个机会,她大胆向女同事表白,她没多想就答应了,双方很快坠入了爱河。 所以,当中年女人敢和你单独相处,有意让你占便宜时,你就别无动于衷了。 这是她暗示,想跟你发展亲密关系,只要你大胆追求和表白,很容易就成功了。 三,情不自禁地关心你。 说明,她心里已经认可你了。 对于中年女人来说,她们心里在乎谁,就会关心谁,这是感情最直接的告白。 当她情不自禁地关心你,经常询问你的情况,时刻想跟你见面的时候,就是对你方心暗许了。 比如,不管有事没事,她都会给你发很多消息,不是跟你分享她的生活,就是想知道你在做什么。 甚至,她会有意透露想和你一起出去,不断地试探你的心思,看你是不是对她有期待。 而且,在生活中,她会用行动来爱你,每当看到你有需要的时候,她都会默默为你解决。 比如,你没有吃饭,她要么给你买个爱心便当,要么亲自动手,为你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送过去。 一旦中年女人真正认可你了,对你的爱落实到了生活的细节里,就表明她做好了跟你恋爱结婚的准备。 所以,男人若是遇到这种女人,就别错过,一定要及时回应她,不要让她等太久。 只要你真心爱她,能够给她安稳的生活,担负起未来的责任,她会坚定地和你共赴未来。 遇见真爱,千万别等待,因为中年女人耗不起,如果你没有行动,一直不回应她,可能会与缘分擦肩而过。 男人跟中年女人交往,一定要读懂女人的暗示,及时回应她的爱意,以免错失真爱。 毕竟,中年女人不轻易动情,一旦把你当成了最重要的人,渴望被你搞定,就会投入全部的真情,等待和你共赴爱河。 这时,你主动追求她,及时向她表白,相信很快你们就会收获美好的爱情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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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